那雕塑价值连城 男人拿起来扑撕一声碎了 脚丫子一踩 随后用3D技术打印出来 他告诉专家 这雕塑能值五个亿 拍卖出去分你一亿 那专家显然不是业余的 站起来就嚷嚷 这东西是假的 大山说那是唯一 那摔碎的雕塑照片就是证据 就这样轻松转到四亿 男人叫大山 他游走在黑暗的边缘 那被洗劫的保险柜 是他神偷的代言 珠宝店的价值三十亿的钻石 就是他接下来的目标 胖爷找上了小帅 因为他曾用黑客技术 黑掉超市的金融系统 观光时 胖爷在摸茬彩店 小帅找到了通信帽络 成功黑进珠宝店的安保系统 现在只差存放钻石的贵宾间 大山告诉大妹 你那项链看起来价值不菲啊 大妹瞬间来了兴趣 那珠宝店员鉴定项链时 大山趁机将提包踹进银子里 店员说 这条链子很昂贵 只有真正的土豪才能消费 金里将两人请到贵宾间 那监顾保险柜一目了然 胖爷一步三倒 假饭最悍 对着珠宝店又拉又踹 眼看那警报声响起 装上个小炸弹赶紧离开 弗伯勒赶到 发现虚惊一场 说这是系统故障 随手关闭警报 提包冒出了浓烟 橱窗的小炸弹 扑子一声引爆 那滚滚浓烟一看就不简单 势单力薄的佛波勒 赶紧呼叫之语 但无线电信号 被小炸歇一步切断 根本传不出声音 佛波勒的注意力被吸引 大山与胖爷 趁机潜入珠宝店 那柜子在大山眼里 只是玩具 一番摆弄毫无难度 打开盒子 三十亿的钻石到手 整个计划行云流水 缓缓相扣 让我瞬间感同身受一般 然而他们不知道 这家珠宝店属于黑帮大了 此时他在筹划盗窃计划 面前的保险柜 需要在五分钟内打开 而现在正缺乏高手 当他得知珠宝店被盗 瞬间觉得 这真是瞌睡来了 送枕头啊 这群人穷凶起恶 小帅掏出匕首 还想挣扎 两腿就被干趴下 大佬拿出家人照片威胁 让他们去海关 投一千五百亿现金 他们很识识 因为他们都是军舰 这个海关安保措施 全亚洲最强 黑老大计划 用订购的优惠券满天过海 去提优惠券 难以招偷梁换住 偷偷地把钱运走 需要的安防布局图纸 已提前准备好 还伪造了海关通行证 那计划真是天衣无缝 细节的把控 和充分的前期准备 真是让我太为观止 黑老大不放心大山 被收买的黑客小帅 将随时汇报大山的驱动 这边大山跟胖叔 钢杀两江浅私吞 那边窃听到消息的小帅 立刻汇报给了黑老大 调查后发现 多年前黑老大杀害的大盗 是大山的师父 更是大美的父亲 之前偷盗钻石 正是为了接近黑老大复仇 黑老大不动声色 太小弟绑架了大美 他们靠着夹阵舰 顺利进入海关 黑老大引爆炸弹 海关陷入恐慌 引发混乱 黑客小帅 撑及黑掉安保系统 指挥中心要花45分钟 重启系统 冒充警卫的大山 必须在这个时间内 分两次转移1500亿大量 打开集装箱就是保险柜 神头大山施展技能 十分钟不到就打开大量 搬钱 转移 装车 第一车顺利运出 但在装第二车时 警察出现了 大山赶紧开车 躲入视线盲区 离系统只剩三分钟 空气仿佛都已经凝聚 大山等人争分多秒 在系统重启前完成转移 开上车就飞速地逃离 逃到海关办公室的大山 要将货运信息修改成自己的地址 却没发现 实际上的黑老大在身后出现 大山要私囤巨款 黑老大早有准备 拿出大美的项链 威胁大山 让他带着炸弹 去海关爆炸现场 然后在佛波勒面前认罪 为了保护老师的女儿不受伤害 大山只能开车前往 转身黑老大 就把车牌号告诉了佛波勒 大山遭到围追堵截 逃到海边 他已无路可退 带着炸弹箱子跳入大海 半空被佛波勒打伤肩膀 黑老大用手机引爆炸弹 似乎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谁也没有想到 打开货柜后 大洋一张没看见 因为全是优伟权 打电话过来的是大山 黑老大这才明白他的手段 搬出大美顾忌重施 但大山也不受威胁 警笛声响起 是大山举报的黑老大 原来黑老大喜爱收藏 他买走了假雕塑 装了窃听器 大山因此掌握了 黑老大的犯罪证据 在手下与警察对抗时 黑老大从后门跑马 小帅也将大美救了出来 那大洋的消失 让黑老大很好奇 原来是被收买的 黑客小帅演了一出好戏 他们用一种特殊游默 将大洋打印成了优惠券 之后黑帮成员纷纷落网 而胖爷和小帅冒出警察 光明正大的开走了货柜车 直到黑老大逃跑 大山一脚游门撞了手去 他逼迫他交出大美的项链 然后威胁他 如果向警方透露这次偷盗计划 他会提供更多黑老大的犯罪证据 警察随即赶到 抓捕了黑老大 大山一行人 用药水退去特殊游默 在1500亿大洋中 欢呼雀跃 这部电影剧情处处反转 加上韩国电影三部曲 帅哥美女神操作 还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喜欢的可以观看原片 好了 本期的电影就到这 我是湘南 喜欢的朋友点个赞 关个注 谢谢